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作为一名专业的歌手 对于唱歌这种职业是非常热爱的 以至于把唱歌当成了他这辈子的事业 在《极妙之城》的节目之中 周深作为第一期的主要人员 带领着节目组来到了贵阳 为大家讲解贵阳的文化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 本该是属于记录和讲解人文的类型 周深却间接地改变了主要类型 那么周深为何会改变呢 其实这就要从贵阳的环境说起来了 贵阳的大街小巷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 因为很多人都来过这里 经商也好 游玩也好 走亲访友也好 通过这些方式让很多人不经意之间 就走过了贵阳的乡村城市街道 可贵阳的山洞却很少有人能够完整地游玩和了解到了 贵阳的山洞其实很常见 因为太多了 而且贵阳也属于一个典型的山区城市 在这里随便走走就会有可能看到山洞 甚至很多人家都把山洞当成了酝酿美味的藏品地 山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地方 对于当地人来说也没有啥稀奇的闪光点 不过对于周深这样一个专业歌手来说 就有着非同反响的意义了 周深录制节目的时候 在专业人士的带领之下 向着他所不熟知的山洞探索 他所探知的山洞之中 有着大量的棕乳石 这些东西都是存在已久的 甚至都存在了几十万年之久 可以说都是大自然遗留下来的瑰宝 而周深也在这漆黑的山洞之中 发现了更为珍贵的东西 那么就是魂想效果 魂想是一个歌手最为看重的音乐条件 他可以很完美的契合到歌手的深圳 让声音变得更加立体 有了这种条件 引得周深都经不住唱上一首了 从周深的表情之中可以看出 他真的很想说这种环境 而在特别片之中 周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这贵阳山洞有多么的神奇 在探险方面 周深连业余选手都不算 因为他没有参加过这方面的训练 所以他只能够大致地描述一下环境 因为在唱歌方面的周深是专业的 他能够寻找出一个专业歌手的环境 对于贵阳山洞 周深可以说充满了热爱 周深也说了 这山洞是一个很好的混响环境 有着非常安静的效果 除了水滴就再也没有任何杂声了 对于唱歌来说是最为享受的地点 更为关键的还有 那就是心态了 周深也说了 自己在演唱会上 在街头上的各种的环境之下唱歌 都有着一种非常紧张的心态 这种心态虽然不会表达出来 能够压制下去 但是周深却没有办法去化解 可在山洞之中唱歌 周深的这种紧张心态就彻底消失了 可以说在他山洞之中唱歌 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状态 这对他来说呢 就能够放下身上所有的负担 真真正正的一盏歌喉 舞台是一种展示个人魅力的地方 但是也束缚了很多人的才艺展现 因为这舞台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心态 有些人面对观众的时候 甚至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有些人可以无拘无束 不知道何为紧张 在大部分人的心中呢 舞台已经拘束了自己的状态 周深也收了自己的感想 舞台确实对他有着一种心态的压制 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压制 能够或许减少 但是却不会消失 所以呢他认为 山洞里唱歌会比舞台更加的享受 时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